这样 你抬手机就可以了 哦 哇 不懂的小马 也可以换你想象中 喜欢的小马 例如 是云宝 和真奇 你可以随便画几个 这是你喜欢的造型 你看多可爱啊 火焰小马 这是火焰小马 火焰小马 它的名字叫 火焰 跟它的可爱标志差不多 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我们再跨小马 小马都漂亮啊 你喜欢小马之后快来着 Pon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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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马上远的时候 你就快来了 拿到神笔的时候才快来 因为没拿到神笔的时候 没什么 没机会来到这里 这么好的小马骨呀 这么好的小马骨呀 所以一定要拿到神笔 才可以了 这坏坏人了 擦几分钟 你看啊 你看啊 多美妙的小马骨呀 它的可爱标志是火 你看 很美吗 它的颜色 我给它颜色卡卡 还有呢 还有呢 这里画八丸 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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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就完成了一只小马 还有它头上的火焰 画完头上的火焰就完成了 现在没完成 哎呀 火焰就是这样画的了 你可以学一学 火焰是怎么画的 如果你一边看 一边画的话 你可以画得更漂亮 更美 美够薄优点了 现在 还要擦三点 这块完成吗 现在 把它 的 体子 印成 晶蹄 因为 现在我想 让它 变成 像 一只公主一样 你可以 给我画晶蹄下去 如果你想 再 印识多一些小马 这个名字叫 火焰 可以 可以 才会见到火 是怎么画的呢 你知道 火是怎么画的 就不疑是 画下来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 拿一点 等一会 现在 这个小马 画